不只一天二晚, 法国苏联都要买的, 这个就是不知其所致, 同样日本打赢中国打赢俄国不是苏联, 我到台湾东三省如果这样停手, 可能现在东三省台湾还是它, 但是停不了,要成个中国, 欧洲人在下面战争之前, 开始进入中国, 这么多个国家白国联军, 都没有人够胆, 过别来啊, 或一起来要吞了中国, 是少日本人要吞中国,蛇吞象, 吞连中国还不够, 东南亚杀到去,分离宾占卖, 你可想像是有没有缅甸有没有占卖, 很多打到缅甸的, 泰国就不要说,泰国那些人很浪费, 泰国佬, 他说我都是整个亚洲未被殖民的国家, 亦都未变成变半殖民地的国家, 他就说我不知道是不是, 有没有打到印尼, 我不知道, 我知道打到新加坡,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, 我不知印尼有没有, 缅甸都打到缅甸, 应该是没落到, 缅甸一部分打到, 因为田缅公路那时, 中国在沿海被它封了之后, 剩下通向外面那条路, 就是在田缅公路, 田即是云南, 缅甸那条路这样出海, 就是靠那里, 那里死了很多人, 那里死了很多人, 可不可以还剩下很多人在那里? 是国民党打的吗? 国民党打的, 肯定是国民党打的, 不是国民党打的, 我没说国民党打的, 现在大陆形影的了, 现在形影的了, 即是国民党的绘号、制服, 就可以站在大陆电视那里出现了, 咬正一点都不是很多的, 还有很多扭曲历史, 今次明报, 礼拜天的手指里面, 有一个人说, 新来革命的两边人, 怎样扭曲新来革命的历史, 为自己这样的需要服务的, 即是这里这样, 好了, 去到第三点, 就是德国和日本, 和中国现在去到这个阶段, 第三点最关键的, 就是为何呢, 为何会这样呢, 两个原因, 内边和外边的原因, 为何会亡其所以, 如果你用人类学, 或者用心理学, 就是原始宗教的那些观点, 怎样看呢, 人是野兽来的, 人是魔鬼来的, 人是性人, 也是妖怪来的, 浮士德特别讲得很清楚啦, 我们的西游记又讲得很清楚啦, 这些人会变来变去的嘛, 人性就是这样的啦, 即是法子达理, 希望多些, 你不会, 现在报纸很多个, 即是说去到哪里金盘洗手, 今天顺悟有一个访问, 挺有趣的, 你看看, 但这些是极少的嘛, 是一些exception来的嘛, 大部分人就是, 踩油不肯踩油的嘛, 即是脚离开不了油门的嘛, 因为物理学上来讲, 这个叫momentum, momentum, momentum, 中文叫做什么, 我忘记了中文的, momentum中文叫做东量, 差不多啦, 是不是东量? 是关性来的, 是关性来的, 但是骨不是inertia, 不是关性的惰性, 而是关性的动力, 其实准确点叫做关性动力, 你的动量, 但动量的重点去到量子, 就变了没有一个动态感, momentum的意思就是说, 空不了的, 继续去的, 你要停, 你要停, 你要另一种力量, 使它停的, momentum, 因为前面那样的东西, 积聚在那时, 自然的, 你去到那里, 你都, 突然间是没有一种实际, 实际你要另一种力, 它才可以实际, 就是人性的momentum, 你可以说, 这是一种解释, 内部来说, 就是它本身的动力, 就是它本身的因素来说, 你可以这样说, 第一种解释就是这个, 第二种解释就是经济学的解释, 它没有发展, 不是这样的, 否则它经济系统, 经济体制, 没有它只运作下去, 它的资源, 它的石油, 它的什么什么什么, 它的销路, 它的工厂, 它什么什么什么, 到那么大的时候, 到处都出问题, 到处supply and demand, 没法子maintain这个equilibrium, 尤其是经过战争状态之后, 你很难维持, 我要停了, 我小日已晚停了, 我要停了, 我小日已晚就到了, 我够够了, 我收够了, 没有啊, 你要收都没得收, 即使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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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做回个人, 突然间立地成佛, 没得你收, 没得你收, 因为那个equilibrium, 我没法子即刻会来到的, 你要收是什么意思呢, 你要收的意思就是, 我不要再擴充, 但我维持目前的平衡状态, 一个动态的跌在, 资源啊, 原料啊, 各方面有固定的, uninterrupt的供应, 那些货品出去, 没有被人杂住, 那些钱, 回到来, 金融体制, 各方面都很stable, 没有的, 因为前面你跟人打完之后, 那些力量是跟着去的了, 那些力量是跟着去的了, 你又没得停的, 这是另一种momentum, 这就不是心理的momentum, 而是纯经济学的解释。 我想问呢, 跟现在大陆那些, 即是用growth去换去legitimacy, 那里有没有关系呢? 好,第三种就是政治的解释, 就是这个解释了, 用growth, 用做大个饼, 大家分红, 它都不, 严格说上不是legitimacy, 那是大家分红, 但即管叫做legitimacy, 即是说, 大家齐齐找, 有得分, 既然有得分, 你就要支持目前打释这个人, 即是大家打释, 这个打释, 这个就是阶级分析, 或者政治分析, 或者管治分析, 但这个通常有一个大问题, 而这个大问题就是德国和日本出现, 内部是分红不混的, 这是另一个因素, 即是说, 既然你是那个旧的权力体制, 但是, 有一个人很有远见, 就用这些方式, bismak这样, 另一个bismak威的地方, 大家知道, kindergarten这个字, 是德文来的, 他将教育提前, 小孩子开始, 什么意思呢? 就是提早训练人力资源, 真是这样想的, 要提早在那里训练他们, 大了以后,